欢迎您收看11月29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唐杰安 现在你关心天气 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了 今天晚间起风面逐渐难下 周二中午后冷气团开始影响 最冷时间是星期四和星期五深夜至清晨 因为辐射冷却 北部空旷区以及古地 预估最低温10度以下 部分地区可能接近7度左右 提醒您留意 大家看到国际媒体这段信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大纪元英文版报道 Omicron COVID-19变种病毒 出现在更多国家引发全球关注 接着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 Omicron变种病毒病例增加 各国努力遏止病毒传播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道 远东被北京记齐台商表示刀口填写心力症 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日本加强应对Omicron变种病毒 新增非洲三国的入境管制 来看到中东半岛电视台报道 南非新变异株引发各国担忧 欧洲多国发现Omicron案例 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都已传出确诊 最后是印度还有一家电视台报道 法国卫生部长维宏表示变种病毒Omicron 可能已经在法国传播 早安新台人先来关心 随着COVID-19新变种病毒Omicron 现宗多国 各国政府陆续加延防疫措施 而随着台湾的过年返乡潮即将到来 有选者建议7加7方案应该加延 对此陈时中说 目前没有特别的紧缩计划 非洲南部现宗COVID-19新变种病毒Omicron 目前在欧洲多国陆续出现个案 各国风景神经 而台湾随着过年返乡潮即将到来 有学者建议7加7方案应该加延 到目前没有特别紧缩的计划 目前还是要在边境上面 对于风险部分要作为特别的警戒 台湾26号公布将南非、波扎纳等六个国家 提升为重点高风险国家 台湾学者张明威指出 Omicron的传播速度比前几种变种病毒都快 磊塔的变异位点是16处 Omicron的变异位点是50处 传染力恐怕更强 他的风险是未知 当然大家可能预测在变异上面有比较多的点 那是不是会有疫苗的逃脱 或等等的直接让人家忧心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都要去密切注意 对于疫情的一个准备 那一直都在滚动式的修订 那目前来讲我们大概就是针对高风险的国家 作为特别的一些处置 陈时中也强调针对高风险南非六国入境者都必须入住集中检疫所 边境主要都是采用PCR检验 要民众不要过度紧张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玉堂赵婷玉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好世界优胜组织宣布发现新的Omicron变种病毒 目前已经出现在南非 以色列 比利时 香港和波扎那五个国家 专家指出这个新的变种病毒有高达50项突变 几乎是Delta的两倍多 且有32项出现在刺图蛋白上 将可能导致承染力大幅增加 与疫苗效果降低 南非再度爆发新一波疫情 从每日200例暴增到超过2000例 而且还发现了新的Omicron变种病毒 虽然还不确定Omicron变种到底来自哪里 但是在以色列 比利时 香港 波扎那已经通报出现Omicron变种病毒 现在还传出南非前往荷兰 阿姆斯特丹的旅客有85位筛出阳性 正在隔离确认是否有Omicron变种病毒 在50个突变项目当中 有10个突变出现在受体结合区域 而在帮助病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刺涂蛋白 居然有高达32个突变 将可能导致病毒的传染力大增 疫苗效果下降 生产BNT疫苗的德国BioNTech公司表示 已经在实验室测试对新病毒株的防护力 最晚两周内会有结果 如果有必要调整疫苗 BNTech表示100天内就可以开始交货 但是这将会需要政府的紧急批准许可 新台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在波罗地海三国国会议员 11月28号访问台湾之际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与军队高层召开会议 台海紧张局势似乎再次升级 中华民国国防部昨天公布 中共当天派遣27架飞机进入台湾防空区 包括18架战斗机和5架具有核能力的H-6轰炸机 还有首次出现的Y-20空中加油机 对此台湾空军进行紧急拦截 广播驱离和追踪监视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昨晚推文强调 中共胁迫的手段很明显就是要台湾屈膝降服 并且让我们远离民主伙伴 但是千万别搞错 我们永远不会屈服于中共的压力 永远永远永远不会 就在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挂牌不久之后 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的10位国会议员 28号抵达台湾 展开为期8天的参访行程 立陶宛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马尔德基斯表示 台湾与立陶宛在合作上迈出一大步 这次的参访将进一步了解彼此 并直言立陶宛与台湾正面临相同的挑战 对镜头比出爱心 象征台湾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友谊 立陶宛 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10位国会议员 28号抵达台湾 展开为期8天的参访行程 当中有6位是立陶宛的友台小组国会议员 我们很感激烈地在这里 但是我们也很感激烈地 我们真的知道 什么意思是参访的 参访者的一大大组国会议员 所以这是我的荣誉 我穿了一个荣誉的荣誉 被选择在中国中央 我们真的支持 你的自由选择 台湾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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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年里 立陶宛和台湾 做了一切的大步 在共同一步 在一共同一步 在一共同一步 我认为这一步 会是一步 在一共同一步 因为我们在面对 同一步 共同面对来自中共的外交胁迫 正当驻立陶宛 台湾代表出挂牌之后 中共便将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 降至代办等级 但立陶宛五居恫嚇 以行动展现民主同盟 这趟访台行程 十位议员将进见总统参闻 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 与立法院长游席昏 并接受外交部长吴钊燮的款言 台湾跟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立陶宛 我们有着共同的信念跟价值 同样是世界上民主自由的前线 也同样的面对独裁大国的威胁 那我们也相信未来 台湾跟这三国在经贸发展上 一定会有更好的互动跟合作 创造民主扶持 经济繁荣的基础 波罗的海三国的国会议员 也将参与12月初举办的 2021开放国会论坛 其间贝里斯国会众议长 墨西哥国会议员 与美国国际民主协会 NDI会长也将陆续来台参与 新唐人亚太电视 李云唐赵婷与台湾桃源报导 再来看到 捷克总统齐曼28日上午 任命捷克新总理费亚拉 齐曼因肝脏疾病住院一个多月后 11月25日才出院 但当天又确诊COVID-19 再度被送回医院 他必须为在透明隔间内完成任命仪式 好任命仪式上其曼的声音仍相当虚弱 他与费亚拉没有任何直接接触 57岁的人民民主党主席费亚拉说 自己在民主精神下长大 在前共产政权垮台后 他在大学创办政治学系 2011年步入政坛 2014年1月成为人民民主党主席 他曾规划访问台湾 可惜因为疫情未成行 外界分析他被任命 或许意味着捷克亲共的路线终结 好 但您关心股市 新变种株Omicron近日陷宗南非 专家警告传染力恐高于其他变异株 让全球市场避险情绪升温 26日黑色星期五这天 美股开盘道琼指数暴跌超过900点 原本已经呈现复苏迹象的航空旅游市场 相关股票也大受打击 南非传出的新型变种病毒Omicron 来势汹汹 再度引发全球市场恐慌 11月26日这天 华尔街股市如同黑色星期五 道琼工业指数一度跌于1000点 中场暴跌超过900点 跌幅超过2.5% 标普500指数下跌106.84点 或2.27% 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指数 则下跌353.57点 收在15491.66点 原本已经呈现复苏迹象的航空旅游业者相关股也大受打击 邮轮公司嘉年华和皇家加勒比分别下跌10.94%和13.21% 联合航空下跌9.57% 美国航空下跌8.79% 饭店业者万豪国际则下跌6.45% 另一方面 与全球经济相关的工业类股开拓重工领跌重挫4% 反应能源股对原油价格的走势雪佛龙也下跌2.29% 不过亚特兰大联准银行总裁波斯提克则淡化新变种病毒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他认为Omicron有可能延误供应链恢复正常的进度 但他仍支持以更快的速度缩减资产购买 以控制通膨 波斯提克表示只要供给瓶颈持续时间越长 通膨上升时间越长 也会越久呼吁央行尽快采取行动 下周二联总会主席鲍尔就将与财政部长叶伦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进行听证 如何应对新变种Omicron将是一大焦点 新唐雅台电视陈辉莫唐杰安整理报道 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参与量激增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新年度报告发现 去年美国资金流入中国规模高达12兆美元 较2017年激增57.5% 报告强调 中共在争取外国资本 成为资助中共技术发展目标和其他政策目标的工具 给美国带来安全问题 呼吁美国政府对流入中国市场的资金 进行更严格的管制 德国智库新责任基金会最新研究报告显示 中期近年来大量囤积晶片以应对美国出口管制禁令 是全球晶片供应短缺一大主因 根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第一季度上半年和1至9月的晶片进口 分别都比去年同期成长33.6% 29%和23.7% 但全球半导体销售额和出货量 在近几个月并没有减少 甚至是在上升 全球上沿货柜海运供应链危机 美西塞港涌现大量空货柜 也占用短缺的卡车运输设备 长滩港执行董事马里奥·科德罗 谈到成堆的空货时表示 大量货柜占用码头的空间 足外运输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目前全面有40%进口货物 来自洛杉矶港和长滩港 根据台湾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最新公布7家国籍民航运输业 营运概况 今年前三季中华航空是唯一获利公司 但累积盈余仍是长荣航空居贯 另外幸运航空今年累计到第三季 亏损金额欲61亿 超过资本额的一半被民航局要求增资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时代革命或最佳纪录片奖 外媒战金马勇敢的决定 下节早安新唐人带您了解 保海更开心 毛小孩最试货 玻璃卡扣扣住美好健康生活 Tested by ALPS to cure COVID-19 brings Taiwan to the global stage ALPS Biotech 深耕台东建设三十年 че critic 合并活动 �細工实 设计多元 世宏建设 陪您看见对家居的价值 一二三快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生产此定位夹具 而有沉浸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夹具首选 沉浸科技 第58届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落幕 多部香港电影获得奖项肯定 由周冠威指导的时代革命赢得最佳纪录片 将自动获得明年奥斯卡的候选资格 外媒也关注报导台湾金马奖 并表示让时代革命获得最佳纪录片奖 是一个勇敢的决定 时代革命 时代革命拿下金马奖最佳季度骗奖 全场赌场超过十秒钟 现场还有观众高呼 香港加油 时代革命最后的credit 我写着香港型作品 我很希望这个作品 是属于每一个有良知 有公义 为香港流过眼泪的香港人 仍然留在香港的 包括我 最佳导演奖最佳导演奖 但领导人也感慨地说 难以在香港看见这部电影 可能世界上只有澳洲跟台湾有机会看他这个作品 他是香港的导演 他在香港拍着部片 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在香港看到这部电影 李俊硕 着水漂流 恭喜 将香港路数者真实故事仿如电影《着水漂流》 香港导演李俊硕莎获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肯定 他在台上用广东话高呼 谢谢香港 香港加油 也提及大陆已故导演湖泊对他作品的影响 他用生命写完了最美的事 《大上级地宇宙》是一个影响了我 也是影响了我这一代的电影人的一个电影 谢谢胡博 美国《纵意》杂志报道 台湾金马奖表示在一个可能激怒中共的勇敢决定下 《时代革命》获得最佳纪录片奖 这部电影记录了2019年与2020年 在香港街头政治镇压的残暴 总统蔡英文在脸书发文表示 在一次在金马奖的殿堂上 看见华语世界里面最自由奔放的电影作品 恭喜多部获奖的香港电影 并表示期待台湾的金马奖是所有自由创作者的家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仲翰张远廷台湾台北报道 澳洲防长杜登周五警告 澳洲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一定要清醒 因为中共要拿下台湾 只是他试图主导印太地区的第一张骨牌 他说澳洲不能走绥静路线 必须联合盟友反击北京的野心 并暗示协防台湾澳洲不会软弱 周五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杜登证实 中共海军侦察船今年八月进入该国专属经济区停留了三周 杜登警告 中共将澳大利亚视为附属国 需警惕中共的威胁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当天也表示 中共海军的出现凸显该地区形势严峻 当中共以网络攻击和经济恫吓的手段实现区域主张时 该区域不会有真正的互利合作 因此 默许或随进若作为一种策略 是战略上的不幸或更糟的死胡同 澳洲不能走随进路线 必须联合盟友反击北京的野心 否则澳洲的国家主权将面临威胁 新唐记者毕新词 林明迪综合报道 国际国造有新进展 汉强公司研制永英高轿机 两架原型机已经在去年完成首飞 编号11003首架量产型高轿机 10月底也在台中清泉岗基地 完成首次试飞 军方人士证实 首架量产型永英高轿机 将于29号正式交付空军 当天将由清泉岗基地起飞 并由空军第三连队的金国号半飞 飞抵台东制航空军基地 在制航空军基地签署交击文件 并交付七连队换装训练 也代表国际国造迈向吸引里程碑 感谢生命的半叠出道31年 甲敬文首夺金马影后 谢谢早安新唐人 带您了解 华尔万优胜油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油风能够确保机械 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 并防止漏油 融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他们制造专业第一 博尔万优胜油风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汤薄金体厨艺捷 生食熟食 轻松料理 优雅下厨 厨房的好帮手 大师们的最爱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汤薄金体厨艺捷 哎呀 关注在那个网络上 说要挑一间厨 是无量无量啊 滚不滚 卖买买买 要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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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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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好 加一游戏 要不要加一 第五十八届金马奖落幕 众所瞩目的最佳女主角奖 由出道三十亿年的贾静雯 以电影瀑布获奖 贾静雯上台领奖男演激动情绪 他表示虽然在表演这条路途很长 但他没有忘记初衷 他也谢谢生命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半蝶 以及每一件幸福 贾静雯瀑布 上台领奖男演激动情绪 出道三十亿年的贾静雯 以电影瀑布第一次入围金马奖 就获得最佳女主角肯定 我热爱表演 我非常爱这份工作 我在表演的路途上虽然很长 可是我没有忘记初衷 我会继续抓住表演的热情 谢谢在我生命当中出现的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 每一个半蝶 每一件幸福 一直支持我的先生 及我的孩子 妈妈得奖了 谢谢大家 贾静雯2019年以电视剧 我们与二的距离拿下金钟事后 今年又以电影瀑布获得金马影后肯定 你都怎么跟他们说你妈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怎么说变成是你的乐梦 从电视剧横跨电影圈 贾静雯在电影瀑布将职场女常人 面对家庭问题 到底患思觉失调症的人生 诠释的丝丝入扣 电影瀑布一连拿下金马奖最佳影片 最佳女主角等四项大奖 贾静雯透露获奖当下心情非常激动 我没有哭出来 因为我就说我天秤座比较爱漂亮 就就就就怕 对就是其实我内心已经都爆炸了 对然后刚刚在车上就有小小落泪一下 他们就录影片说妈妈很棒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对 就是家人家人祝福对我俩最棒 日本东京都山病区和台湾从2011年开始就有友好往来 自2013年第一届台湾市集在山病区举办以来 已经成为当地的年度活动 近日第九届台湾市集登场 场面十分热闹 活动当天东京都山病区交流协会理事长锦上太孝 山病区区长田忠良驻日台湾代表谢长廷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友好之词 台湾漫画夜市展 谢谢日本插画展 集结了各种不同风格的台湾原创漫画 在展现台湾历史与文化的同时 让人感知台湾的独有情怀 展示里有来自台湾的纺织品、装饰品、茶点以及台湾小物等 搭配天井悬挂的色彩亮丽 中华元素十足的中华灯笼 仿佛置身于台湾夜市之中 让人驻足流连 驻微布袋人形剧团 现场表演传统木偶戏 轻快娴熟的操作以及精湛的演技 将人物表情和内心刻画得淋漓尽致 观众不时传出阵阵掌声 台湾国乐团的上映会中 团员们精彩地演奏 台湾原住民族阿美族的传统歌谣中悠扬的歌声 多给在场观众带来异域风情的艺术体验 此外事迹上 除了可以买到台湾土特产外 还可品尝到金黄鸡蛋葱油饼 热气腾腾的大肠面馅 刚出锅的水饺 萝卜糕 外酥里嫩的油炸丸子 还有珍珠奶茶等台湾特色美食 探位前大排长龙 用餐处家人围坐 共同度过特别的下午时光 由于东京疫情降温 台湾市级活动得以延期举办 但民众对台热情不减 本次活动吸引了约两三千民众参加 山病区区长田忠良表示 与台湾的友好交流会更加深入展开下去 新唐人日本记者站东京采访报道 接着带来看到 11月29号的天气预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會這項護航為沉默發聲 以上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唐吉安 再會 我是唐吉安